悬门散识教义 卷道教教义概述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的核心宗旨 道教教义的核心宗旨是先道贵生 道教先道贵生的教义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秦汉时期的方先信仰 二是老子所著道德经中长生九世之道的理论 祖天师张道灵力教时 将神仙信仰和常道宗礼融合为一体 完整了道教信仰的体系 他认为生是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道教众生勿死 追求长生成仙 修道的目的就是求得长生 道教相信神仙是真实存在的 通过修炼是可以成仙的 神仙生活是逍遥自在的 是长存不枉的 他们都是得道的真人 是学道和修道之人学习和信仰的人格形象 而成仙得道的重要内容 就是通过自我的修行 达到长生九世 所以道教教导人们要贵生 众生 乐生 把生存的质量提高到神仙一样的境界 道生道合一的目的就是得道 道教与道家的关系 道家是由春秋时的老子所创立 他所著道德经 首次提出了道的概念 构建了道家的理论基础 道家形成后 自老子的学生杨朱开始 经几代人不断在道论上的研究和创新 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 西汉末年的张道林 根据道的理论 最先创立了实践道的理念的五斗米道组织 标志道教的正式创立 道家黄老学派和神仙派结合后 转入了对养生术的研究 逐渐地形成了内外单生命学 把老子道的概念具体地用于养生和修炼 总之 道教与道家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名称上 道教以道为教明 思想上 道教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最高信仰 并聚之构建了道教的理论体系 人物上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成了道教的教主 道家的另外几个代表人物庄子 列子 文子 控桑子 分别成为道教的南华真人 充虚真人 通玄真人和洞灵真人 道教创教的历史背景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中国进入了封建君主家长制的极权统治 但秦朝的法家强权政治却让他二世而亡 刘邦建汉后 历史进入了以成熟的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的 中央极权帝国阶段 汉武帝时 他用儒家的那一套理论使大汉走向鼎盛 但儒家的理论很快就不能维持汉式的封建统治 统治者的儒家信仰产生了危机 这就为宗教信仰的产生提供了良机 到了东汉中后期 由于汉式的腐败 贪淫成风 强脸豪战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众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下 精神生活极度的空虚 而宗教正是给人以信仰和希望的精神食粮 这种民心的祈求 是宗教在民间产生的温床 东汉明帝时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它是一种成熟的宗教 教理 教规都很完善 很快在全国传开 这时就激起了一些 有民族文化气质人士的自觉反抗 以如 到两家为首的学者们 由于没有什么组织形式 很快就失败了 这就使许多有识知识开始思考 是不是在中国也建立一种 以某种思想为指导的宗教组织 最终就催化了道教的诞生 在汉世衰微 儒教失去民间的支持 人们开始寻求 另外的信仰的特殊时刻 在佛教传入中国所产生的刺激下 道教的产生 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道教教义来源 道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 最神秘的文化现象 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思想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内容十分庞杂 从其主体内容来探索其起源 则道教大致是在三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演化而来 一是鬼神崇拜 二是神仙之说和方术 三是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这些道教的原始文化 只伴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而且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所谓鬼神崇拜 是指远古先民 由于对各种自然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产生了敬畏 并因此对其进行生动的神话 形成了一整套的乌文化 神仙之说和方术 是指战国时期 有一些方式 对先前流传的神话和神山进行渲染 并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寻仙活动 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是指两汉时 崇尚神仙的方式们攀附黄老之学 建造其宗教理论体系 道教修炼的终极目标 道教修炼的终极目标 便是长生久世 语化成仙 一直以来 道教徒们无时无刻不再寻求通向长生成仙的途径 道教文献中的大量的养生著作和道教养生方术 便是他们努力研究和不断实践的结果 长生久世 语化成仙 不仅是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 而且还是道教神仙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道德经中所讲 深根故地 长生久世之道 意思是说 要想使自己的生命能延续长生 就必须有大道无为的基础 而这些基础的是要通过养生修炼才能得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道教积累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数 诸如外丹 内丹 存私 手衣 福气 福尔 导生 房中 手耕中等方数 以期望长生久世 语化成仙 道教与佛教等其他宗教有所不同 比如佛教会把人生看作是无可留恋的痛苦 他们追求孽斑 以求得到解脱 而道教却相反 他认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是一件乐事 死亡才是痛苦的 所以道教的教义是乐生 众生的 因此 长生久世 语化成仙 也就成了道教门人的终极目标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教教义概述 内容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的含义 道是道教的最高教理 道教的全部信仰和修行都是以道为核心的 道教的一切经典 无不宣称其根本信仰为道 道是春秋思想家老子提出来的 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和主宰者 是宇宙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演化者 战国时的思想家庄子继承老子关于道的论述 也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 先天地生而不为久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道教创始后 即奉老子为教祖 神圣其形象 尊称为太上老君 以道德经为经典 将道加以改造 成为道教的信仰和心 认为道是神明之本 由三元之气化为三清 并形象化为太上老君 道有最伟大的德行 他以虚无为体 清静为宗 柔弱为用 无为不争 道真常永恒 无生无灭 无实不在 无处不有 长存于天地之间 宋朝时 道门中人又把道学思想和儒 是两家思想相融合 把道的理论提到哲学上更深的层次 为道教思想发展 开辟了新的途径 正因为道的伟大和神圣 所以道教尊道为最高信仰 并教导人们学道 修道 行道 宏道 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自然和无为是两个既不同 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教义名词 要真正进入或达到自然的境界 就要践行无为的处事方法 道就是践行无为的 并通过无为的作用成就万物 体现道之伟大的本性 这里的无为 并不是消极不为 而是要反对有为 要遵循自然规律 不要强求 或对事物的自然发生和发展 强行进行干预 自自然然才是完美的 修道之人 就应该体行自然无为之真道 不要有任何执着 如果修行能法道无为 至身则有益于精神 治国则有益于众人 人生在世 对尊名荣贵 华裔美食 珍宝广世和阴色财货 总是有所祈求的 祈求超出了自然无为的规律 就会出现种种有为之避害 转化为贪欲 而修道者除了要遵守清净寡欲的教义外 还应持守朴素无为的人生态度 消灭贪欲 但博以明智 不有为修道为目标 最终达到忘其形骸 无所执着 自然无为的境界 一是远闲疑 远小人 远近的 远行止 慎口识 慎舌力 慎处闹 慎力斗 长思过失 改而从善 二是通天文 通地理 通人事 通鬼神 通时机 在积极通晓自然 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 更好的学道修道 一切有形皆含道性 一切有形皆含道性 就是世上一切有形可见的事物 无论其是否具有自我意识 都蕴含有道的特性 这一教义与道家思想 具有密切联系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 为之奠定宇宙生成论的 哲学基础 庄子继承此思想加以推演 认为道无所不在 甚至连踢败之类的无实之物 使逆之类的污秽物中 都存在有道 道教继承道家的思想 逐步演化 形成其独特的道性说 老子小耳柱基主张 依旧是道 散行为弃 便在人物之中 西生经进一步说 道非独在我 万物皆有之 出唐道士与安排 根据玄门大义编撰而成道教一书中认为 道性原初遇道 而原通无碍 普遍存在于万物中 一切有时无时之物 都含有道性 能了此性 即成正道 大道原通 圣人通觉 而凡物未通未觉 要使未通未觉者通觉 继而成就大觉 关键就在于悟道 认识一切有形 皆含道性的真谛 才是得到正果的神人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 内容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德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先情道家老子认为 讲求清静无为 因顺自然 有所得于道 就是有德 并提出万物莫不尊道 而贵德 庄子也认为 德的重要性 仅次于道 道教研习老庄 关于德的哲学思想 而加进神仙修炼的先学内容 认为修道有成 与道一体 自然长生 就叫做德 同时 道教又认为 道生万物 不自是以为公 生而不有 长而不载 如果学道者修德这种特性 行事与道合 也称为德 所谓 道之在我之位德 另外 道经中也有将德 当作社会伦理规范讲的 这是继承老子中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的 思想 总之 道教的德与道一起 共同构成其教理的核心内容 悬门散识教义 卷得这一章的内容 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桐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学门散识教义卷道和德的关系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桐道长 道的尊高和伟大 其最高体现就是德 道造化万物由得来续养 神明可敬也是因为有最高尚的德行 所以道教在尊道的同时也贵德 道和德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因为道是由德来体现的 在礼义中又有差异 是可分又不能分 但又不能合而称为道 因为德不是造化之根 神明之本 但人们信道修道 必须以德为根基 来正道和成道 道是非物质的宇宙本源 取得这种非物质的本源的体性 便是德 而这种非物质的宇宙本源 凝聚起来便是最高天神 对于广大信道和修道知识来说 修道的首要条件就是利得 就是要在日常中不断积累功德 利得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修养 具备良好的品德 在内在的修持上和外在的行为中 努力按照道的法则去做 清净寡欲 柔弱不争 胸怀宽容 不尚明 不尚利 不自贵 不自欲 不妒忌 不妄语 不溺于阴色美食 悦人之急 敏人之苦 周人之急 救人之穷 施恩不求报 不杀生以自愚 既是利人 此心于物 正信诚实 与大道同心 如此修行 则得累而激利 激利则可修道而成真 得道而成仙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和德的关系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悬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家经典道德经中 曾多次使用悬 如说 悬之右悬 众庙之门 其意义为秒明幽远 是对道获得的一种形容 道教创始 沿袭老子悬的概念 演化成为其教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东晋时 葛洪建构道教教义理论体系 将悬提升为宇宙的本源实体 悬成为先天地的存在 产生万物的根本 通过天地万物显现为有 又还原于虚迹 而归于无 这样的悬 基本上与道相同 隋唐之际 重悬思潮兴起 一理之学盛行 一些道教学者 沿用之前的悬的概念 将悬发展成为认识体物 至真大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唐初道士李荣认为 无或有 都是偏执一边 所以要非有非无 何于中道 他们用重悬思想 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 主张从心智认识上 取消刚与柔 动与静 有与无 善与恶 是与非的一切对立 以达到静之双鸣 能所都望的虚无境界 悬门散识教义 卷悬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老子认为 道无形 无名 无生 无色 无疾 但却化身万物 没有穷尽 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老子的无疾相当于道的本体 庄子认为 把道说成是无 则与有相对 而道是绝对的 所以应该把道说成是无 无才对 道教研用此概念 改造成为其教义内容之一 报谱自治理篇中认为无是本源 有是无的体现 是无所记住的公式 程玄英认为 天地万物从道体化生 道体本为虚空 故万物虽有 实际是无 无即有 有即无 悬门散识教义 卷无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老子中的一是指天地万物产生形成和正常运作的普遍本质 其一一同于道 道教承袭道家之说 并加进宗教神学的内容 老子小尔柱中 将一等同于道 认为道的化身 就是教祖太上老君 《黄庭经》中将一神化 或以一为元器 《太平经》中认为 一同道一样 是天 地 人的根本 葛洪在报仆子地真片中又进一步对一进行了解释 道教主张 修道者若要长生 必须修守一之法 并具体讲述多种守一之法 道教中又将守一法分为守真一与守玄一两种 报仆子中认为只有守一存真 才能消灾免祸 亦受延年 长生不老 悬门散识教义 卷一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话 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话的意思是道的自然法则 就是生成变化 道家原有道话之说 列子说福片中说 故圣人是道话 而不是智巧 道教吸取此说 家以演化 以五代道士谈俏话书所产发的道话思想 教为典型 其道话篇认为 从道变化的结果看 由虚变化为神 神化为 气 气化为有形之物 万物一经定型 就会组织了变化的途径 如从道的作用说 由有形之物变化为无形之气 气化为神 神化为虚名 这样万物变化之途就通达无碍了 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之中 如老风化为羽人 朽麦化为蝴蝶 自无情之物化为有情之物 贤女化为真实 山栅化为百合 是从有情化为无情之物 修道者在于穷通赛之端 得造化之源 误达事物变化的本源 妄形以养 气 妄气以养神 妄神以养虚 虚实相通 世卫大同 达到无死无生的神圣境界 悬门散识教义卷道化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独家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悬得 内容著作全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家称 万物有德于道者为德 悬得及幽秒深远之德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 常养万物而不自居有功 不做主宰 任其自然 这就叫最深远的德 道教吸取此概念 作为其教义内容之一 老子小耳柱中 把玄德解为天之德 认为天德秉生于道 而为人所效法 修道者要望却名利 效法圣人 体悟真道 极为深远之德 张四成在《道德真经》 张剧《训诵》中 对修道者的玄德境界描述如像 四大甲和 托乎灵明 顺以宝之 冲然无盈 内侍何有 天下自宁 出入之机 审动语境 众炫其聪 我则若名 不有其功 不胜其胜 体用自然 思真性命 悬门散识教义 卷悬得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内容著作全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昆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卷悬缆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悬懒的意思是心境清明 直觉悟道 最先由老子提出 并把它作为一种神秘直观的认识方法 和内心修养方式 其具体办法是 置须急 手进堵 塞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尘 道教寻用此概念 演化成为修道成仙的修行方式 和上公老子柱从修道养身的角度解释玄览 老子小耳柱从积善修行 以静节人身的宗教角度来解玄览 唐玄宗道德经浴书认为玄览是行道之人修心的一种方式 悬门散实教义 卷悬缘缆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实教义 卷无极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无极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其中的无极是对万物归根的大道的一种形容 是无穷无稽之意 还不是实体概念 道教后来吸纳了此种观点 并加以演化 遂产生多种含义 汉代的和尚公老子张聚 从养生长寿的角度讲无极 认为复归无极就是长生久世 这种看法开了以后 道教内担恋养家 将无极作为其最高修炼目标的劳动 道教认为 与道相合 才能长生久世 因此将无极解释成道 或者解释成长生久世 道是无限的 天地开辟之前 它已经存在了无限的时间 而且会永恒地存在下去 空间上 它也是无限的 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区域 所以用无极的范畴来称味道 在宇宙演化的角度使用无极一词 常与太极对举 是比天地起始的混沌状态更加古老 更加终极的阶段 这一阶段就是道 无极是太极的根源 修道者都追求与道合一 道教中称与道合真 在具体机制上便是返回到原初的终极的状态 这就叫做复归无极 送出臣团作无极图 集中表述其内丹修炼理论 其图自下而上 先为炼精化 弃即以炼气化神 最终炼神还须 复归无极 达到脱胎成仙的最高境界 因这一内敛境界多称作虚空 原名 故后 是丹经中常用圆圈欧的符号代表无极 悬门散石教义 卷无极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石教义卷太极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太极 最早建于道家经典 庄子大宗师 所谓太极 是指道的性质和状态 非实体概念 周一细词上中的太极 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本源 由它产生天地 阴阳 再由天地 阴阳产生春 夏 秋 冬四时 四时产生前 坤 震 迅 坎 离 更对八卦 周一将太极 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实体 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代称伪流行 有武运之说 认为太极是混沌的元气 为武器变化 形成天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以上诸说 构成道教太极说的理论来源 道藏中 将尾书的武运演变为三史 但框架结构仍基本相同 上方大栋真元妙精图中认为太极是化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源 唐代诚玄英著书庄子认为尾书武运和前缘三史说都过于庞杂 以太极含代天地为形成以前气化的五个阶段 宋代理学吸取周易和道教的太极说 建构而成以太极为最高宇宙本体的思想体系 认为太极即道 太极即理 太极即心 学门散识教义 卷 太极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 卷 阴阳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万物由道所生 皆有阴阳的对立属性 庄子中认为阴阳交感相合而生万物 周易成 细词 上认为阴阳的相互交感作用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提出一因阴阳之味道 影响甚为深远 道教吸取上述观念 演化形成其内容丰富的阴阳说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宣称 天地人乃至君臣 四十都蕴含有阴阳的属性 并认为阴阳不能独生 必须有二者的和和作用 阴阳相得 交而为台 三合并立同心 才能产生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各种事物 东汉魏博扬传周易参同器 以论神仙炼丹方术 认为天地万物都具有阴阳属性 乾坤护包 相容不分 雌雄交构 精气抒发 化生万物 参同器以阴阳论术丹道 对道教丹顶派影响很大 北宋道师张伯 端著物真天 继承道教内丹炼养传统 以丹法论阴阳 认为道为生命本源 产生先天之气 由一气分为阴阳 即以心为性 以慎为命 心为离属阳 慎为坎属阴 阴阳生三 即经 气 神三合 由此顺行则生人 逆行反本则成单长生 道教关于阴阳的解说有多种 一是认为阴阳为化生天地万物的原质之气 二是阴阳为人身体内 使人得以生存的动力 三是阴阳为万物禀赋的刚柔 热寒等自然属性 四是阴阳为善恶 人力等道德属性 悬门散识教义 卷 阴阳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八卦 出自周易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八种基本图像 由阳阳和阴阳组合而成每三阳组成一卦 其名称和卦形式前 坤 阵 逊 坎 离 根 对 象征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则等八种自然现象 道教沿用周易八卦的框架结构和阴阳变化学说 柔和其炼丹养生的思想内容 演述其先学理论 以指导内丹和外丹的修炼 被誉为万古丹精王的周易参同气 极界大义遥相 以论作丹之意 后世炼丹家以此为本 以乾坤为鼎气 以坎离为要物 讲求取坎中之阳 填离中之阴 水火济济 结成经丹 此外 道教经书中论述八卦之阴阳变化者甚多 大部分收入明正统道藏中 玄门散识教义 卷八卦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玄门散识教义 卷 五行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关于五行的观念 最初建于上书红范 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五行是日常生活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它们是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 这五类物质各有不同属性 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 火有炎热、向上之性 土有和平、存实之性 金有肃杀收敛之性 水有寒粮、滋润之性 五行学说 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 都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 战国时 邹衍建构了阴阳五行学说 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成、五的关系 相生及相互滋生和相互助长 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克及相互克制和相互约束 五行的相克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 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 如果五行相生相克太过或不急 就会破坏正常的生克关系 而出现相成或相互的情况 相成及五行中的某一行对被克的异形克制太过 比如木过于抗盛 而金又不能正常的克制木时 木就会过度地克土 使土更须 这就是木成土 相互及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太过 使克他的异形无法制约他 反而被他所克制 所以又被称为反克或反武 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水克火 但当水太少或火过盛时 水不但不能克火 反而会被火烧干 即火反克或反武水 五行学说后被道教吸取 作为其教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如内丹炼养家 就把五行说引入其炼丹实践 悬门散事教义 卷 五行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事教义 卷 天干地支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天干地支 相传是四千多年以前 于皇帝建国时 命大脑是探索天地之契机 研究五行 金木水火土 然后做出甲 乙 丙 丁 物 己 庚 心 人 鬼石天干 己子 丑 银 卯 臣 四 五 畏 身 有 虚 害十二地支 并将天干和地支 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 用来作为纪年的符号 其具体排列如下 以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相配 排列起来 天干在前 地支在后 天干由甲起 地支由自起 阳干对阳之 阴干对阴之 阳干不配阴之 阴干不配阳之 就会得到六十年一周期的甲子回圈 通常称为六十甲子或花甲子 中国人民过去就是以六十甲子循环往复来祭年 祭月 祭日 祭时的 天干地支 这共二十二个的符号 错综有致 充满了圆融性与规律性 它显示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 周时时间空方位互动 以及阴与阳相互作用的结果 用它创作出来的立法 也包含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和自然回圈运动的规律 悬门散识教义 卷 天干地支这一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识教义 卷 十二生效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居中阴阳鱼 周围十二生效 这样的刻石具有典型的道教风格 它建于成都青阳宫 青阳宫中还有一尊十二生效铜阳 是名气颇大的文物 成都青阳宫三清殿内有两只铜阳 其中一只双脚 驻于青道光年间 另一只独角 即著名的十二生效铜阳 传说这铜阳本是南宋甲四道家中物 清代大学士张鹏和从北京购德 赠予青阳宫 铜阳底座有名文 京师是尚德铜阳 以往成都古道场 出关引喜四乡时 寻到华阳乐未央 信阳子提 信阳子及张鹏和别号 这只铜阳被称为十二生效化身 齐鼠尔 牛鼻 胡爪 兔背 龙角 蛇尾 马嘴 羊胡 猴井 鸡眼 狗腹 猪豚 十二种生效动物 各采一部分 在成都的风物传说里 同样是神阳 现代作家李杰人 成都人 他于193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死水威蓝》写到青阳宫 三清遍中 除了两臂配素十二门徒肖像 当面的左右 还各摆一个同柱的阳子 有真阳大 形态各疏 而助攻都极精致 道士说是神阳 原本一对 走失了一只 有一只是后来配的 只有一只脚 据说也通了神 射若你身上某一部分疼痛 你只需在神阳的某一部分摸一摸 包你会好 不过要出了宫果前才灵 小说的作者对此传说 保留着自己的见解 所以特别调侃了一句 要出了宫果前才灵 自古有骆驼战权十二生肖 大象全身十二生肖肉的说法 青阳宫里的童阳及十二生肖于一身 体现了生肖文化的影响 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文化包容的特点 道观中的香炉 雕以十二生肖 宋代所记太平广记 隐喻堂闲话 讲述了一段神奇故事 说新这线的真阳观有座香炉 炉顶雕有仙人像 香炉的底盘雕连花叶十二片 每片雕一个生肖 相传这香炉是由天而降的 又能自行飞走 二十八星秀 中国古典天文学的重要篇章 为二十八秀配上神像 这样的绘画 大约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 南朝梁代画家张僧尧所绘 五星二十八秀真形图 曾是北宋玉府的藏画 后来散意 如今能见到的 是唐代梁令赞五星二十八秀神形图 这或许为张僧尧五星二十八秀真形图的灵本 不该忽略的是 梁令赞 本人又是有所作为的天文学家 五星二十八秀神形图的二十八秀神像 有些为动物头而人身形象 但基本上还不是后来的二十八秀神图像 山西近城玉皇庙圆代彩塑二十八秀神 为圆代著名雕塑家刘元索塑 堪称古代道教造像的真品 当地旭永庆撰写的景点介绍 描写二十八秀神造像 有手臂肩服役鼠的虚日鼠 有四时的弑火珠 有放吐的防日吐 有驯猴的滋火猴 有斗鸡的卯日鸡 有俯虎的维火虎 有牵牛的牛金牛 这一组彩塑的艺术价值 在于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物 并随速相应的动物 点名身份 例如 威月燕单手托月轮飞燕 神态儒雅 若有所思 而一火蛇飘翰勇猛 手钻长蛇 坦胸陆怀 怒目圆征 就在其侧 枕水尹为少妇相 他用大拇指与中指 捏着一条小蚯蚓 眼神充满了慈爱 与一火蛇的狂放 形成鲜明对比 娄金狗也是女像 温柔咸静 身旁有一只白狗 为二十八秀配上动物神像 显然是对十二生肖形式的套用 明初叶子起草木子 讲二十八秀神 又以十二肖童类之属分阴阳 配为二十八星 琴如虎 则配豹是也 美臣二秦 四正之臣三秦 十二生肖 每种增加香类动物一种 为二十四种 子无毛有为四正 再多一种 总计二十八种 正合二十八秀之术 由十二生肖派生出二十八秀神 如银虎和卯兔派生出为火虎 鸡水豹和防日兔 笛吐墨 新月虎等等 有一个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近代葛红豹朴子城 登社有关十二生肖的一段文字 就已涉及二十四种动物 外加老树 金玉各一项 山中银日 有自称鱼利者 胡也 称当鹿君者 狼也 称令长者 老李也 某日称丈人者 兔也 称东王父者 群也 称西王母者 鹿也 陈日称羽诗者 龙也 称和博者 羽也 称无常公子者 谢也 四日称寡人者 舍中蛇也 称石君者 龟也 五日称三公者 马也 称先人者 老树也 魏日称主人者 羊也 称立者 张也 深日称人君者 侯也 称九卿者 元也 有日称将君者 老姬也 称捕贼者 智也 虚日称人性自者 全也 称呈阳公者 胡也 亥日称神君者 朱也 称妇人者 金玉也 子日称社君者 蜀也 称神人者 福役也 丑日称书生者 牛也 葛洪是早期道教理论家之一 他鼓吹入山访鬼魅 除了要择吉日 带福禄 铜镜等 还要知道山中精怪变化人形的情况 及上引一段文字的内容 葛洪所言 以十二地支 忌日 十二地支 对应二十六种精怪 就数量而言 比十二生肖 对应二十八星宿 仅差两项 这则材料 十二地支 十二相属其全 历来为探究生肖来源者所重视 它确实是生肖文化史的珍贵材料 其每一地支的第一个对应者 银日 有自称鱼利者 虎也 卯日称杖人者 兔也 陈日称与师者 龙也 四日称寡人者 射中蛇也 五日称三公者 马也 等等 十二地支排下来 正是完整的生肖名册 这说明 以十二支对应二十六精怪的这一套说法 是以十二生肖为框架 在生肖基础上增繁而成的 悬门散事教义 卷 十二生肖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事教义卷 四柱八字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四柱八字 四柱分别是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由于每柱上写有两个字 上面为天干甲 以 柄 丁 物 己 庚 心 人 鬼中的一个 下面为帝之子 丑 银 卯 臣 似 五 未 身 有 虚 亥中的一个 这样一来 四柱之上刚好八个字 所以称为八字 八字来源于四柱之上 所以八字也可以称为四柱 相传在皇帝时期 就已经由天皇室 至甘之 福西室 作甲利 创建了中国的利法 现在的太阴利 从皇帝纪元起 到现在已历经78个花甲 一个花甲60年 由天干 地支一序排列循环组合而成 八字来源于周易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对人的命运的自然运动规律 所做的总结 八字算命认为 人的命运是能够预测的 我们可以通过人的出生时间 来预测人的一生之命运运动方向 四柱八字表达的就是 人出生时太阳的位置 并且根据阴阳五行的原理 来推算人的性格 以及这种性格所呈现的人生方向 这为我们科学的揭示人的生命 在天地自然的气中的运动规律 提供了理论基础 悬门散试教义 卷 四柱八字 这一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试教义 卷 道家三宝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三宝 出自老子道德经中 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 一约词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道教言用老子之说 加以演化 作为修行之法则 并将其与教义 经书 诗传相联系 提出道 经 诗三宝说 承玄英解释说 一约词 纪念苍生 拔苦与乐 此道宝也 二约简 少欲知足 首分不贪 此经保也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千辉柔弱 先物厚己 退身度人 此师保也 另外 道教义有 以玉清元使天尊为道保尊 上清灵保天尊为经保尊 太清道德天尊为师保尊 作为规奉道法的三宝 道教内 丹家讲求炼养 以人身之经 气 神为修命养性 做出示功夫的三宝 玄门散示教义 卷 道家三宝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玄门散示教义 卷 三元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道教认为 三元是宇宙混沌之史 道气演化为三元 即第一混动太无元 第二次混太无元 第三名记玄通元 由三元变化为三 气 即史 元 玄三气 再由三气化生万物 其造化开辟的过程是 混沌之前 是元气之史 元气运行 而后有了天地 再由史 元 玄三气化生万物 三元 即三宝君 第一是从混动太无元化生的天宝君 第二是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的灵宝君 第三是从铭记玄通元化生的神宝君 三宝君分别致于三清静 故三宝又称三清 天宝君致在玉清静 即清微天 其气始清 灵宝君致在上清静 即宇于天 其气圆皇 神宝君致在太清静 即大赤天 其气玄白 而三元皆本同道 气 所以 三宝君的名号虽书 却本同于一 三宝君是道教中的最高尊神 是神明之宗 造化之祖 同时还是经教之教主 为道教传下了三栋三十六部真经 天宝君说十二部经 为栋真教主 灵宝君说十二部经 为栋玄教主 神宝君说十二部经 为栋神教主 三栋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三栋经又各有垂教的对象 以合乎学到修道的品级 开始人道修学之人 始入先阶 灯无类境 故出教以栋神神宝经 其次致见经圣 既进中境 故宗教以栋玄灵宝经 最后吉登上境 致用无智 故上教以栋真天宝经 其目的都是通过经教文化 又俗修仙 从凡正道 悬门散示教义 卷 三元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悬门散示教义卷 31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道教所讨论的三一 源于老子的《道德经》 其中说 是之不见 明曰兮 听之不闻 明曰疑 团之不得 明曰威 此三者 不可置结 故混而为一 老子的本意 似乎是说从事 听 处三方面 去识遍道体的存在 只能体悟到 道体西一威的超感知特征 对道体存在 不能依靠感知去识变 因为西一威已经说尽了道体的超感知特征 不可做进一步的探寻 所以将三者混同起来 混同为一体 这个一体就是道 于是产生了三与一的关系问题 道体虽然不刺激人类的感官 却直接冲撞着人们的理念 所以对道体存在的透物 有一个方法 论上如何有浅到深的技术难关 在老子看来 要跨越这道难关 只有将西一威三方面四感知 而十超感知的体悟混同起来 还原为理性直观的一 才能与道相合 未尽南北朝以前的道教 多以三一这对范畴运用于对宇宙生成 和养生方术的解释 如宇宙生成有玄 元 十三 气 养生方术 有上中下三丹田等 重玄学者则主要从三一关系论中 寻找某种思想方法 或认识方法 作为误彻重玄境界的途径 由于三一关系又含耐精气神 精气神三宝混而为一 所以三一论最终贯穿到内丹理论中 悬门散识教义卷 三一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录制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试教义 卷 元气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元气的出处 道教经典通常认为 元气为无上大道所化生 混沌无形 由元气产生阴阳二气 阴阳和和 产生万物 道家中庄子 先从本源的角度提出气的概念 早期道教吸取庄子的思想 与汉代流行的古典元气说 形成气特有的元气生成论 太平经中认为天 地 人本同一元 气分为经 气神三体 元气之上还有道作为本体 元气只有首道 行道 才能产生天地万物 南朝 梁道教学者陶弘景 做真告把太平经的说法稍加变换 在元气与天地之间 加了一个中介太极 唐初成玄英在老子一书中 将元气分化成不同的性质和形态 有清阳之气 卓英之气 平和之气和刚立之气 分别化身为天 地 人和物类 成玄英的思想深化了道教教义的宇宙生成理论 另外 道教练养家也有从练气养生的角度讲元气的 认为养生制药 在于宝经行器 可以治百病 长生不老 道教丹经中也计数有众多的福气 行器之术 元气的概念 道教元气论认为 元气不仅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是生命之源泉 首先 道教理论认为生命的活动过程 其实就是元气的消失变化 增强或变弱的一种运动 元气的正常运动与否 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 如果元气充足运行正常 则人体健康 反之 则会百病缠身 故有百病皆生于 气 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 因此 防病致病应该以调护元气为本 其次 道教理论认为天地生阴阳 阴阳相结合才有了万物生灵 当然也包括人类 这就是说 不仅生命的运动过程 就连人的生命本身也来自于元气 元气是人的生命之源 生命之基 生命之本 养生应该以炼养元气为根本 因此 道教养生无论是导引行器 服食药饵 防中补导 还是日常卫生 目的无不在于炼气养气 使人体元气充实 精神旺健 最终达到健康长寿 长生不死 正如上青栋真品所指 人之生也 禀天地之源 气为神为行 元气实则随您为谷 长化为今 其有纯粹真经 元神元气不离身形 故能长生矣 玄门散识教义 卷 元气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 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玄门散识教义 卷 动 静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动为变动之意 静为静止 不变之意 老子道德经中认为万物变化无常 最终归于虚静 道教吸取老子这一思想 并加以演化 成为其教义理论的内容 汉代时 魏伯扬作周易参同器 认为天地的动静运作有一定的法则可循 若加以掌握 就能使丹道炼养与四季变化相合顺事宜 而与阴阳知其相得无碍 并把动 静与易经的乾坤二挂联系起来 阐述其作单之意 太平经中认为 人具有阴阳的性质 天为阳 主动以生 地为阴 主静以养 阴阳相合 产生万物 从养生的方面说明动 静 唐代司马成真主张作望修道 认为心灵虚静 才能产生物之真道的智慧 心神迟动 只能使人昏于远道 人真子李荣 用仲玄的观点解说动静 认为从万物化生的方面看 从无生有 变动不已 又是有动的 道生万物 就是从静处开始动 万物归根 就是息动归继 如此则动不常动 继不常继 永恒如此 但为教化众生 才说道有计有动 实际动与不动 寂静 应是作非动非不动 才是众玄中道之意 最终 为计与动 既动俱息 达到置须空无的众玄境界 悬门散识教义 卷 动 静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义卷 姓 命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家庄子认为 姓是人生来就有的素质 命是自然之理 道教内单派以姓 命为修炼的核心内容 所谓姓命 通常认为姓即心性 命即生命 南宗白玉禅认为 以神识为姓 先天之气为命 主张通过修心恋姓 恋气修命 使人的精神和肉体产生根本变化 脱胎换骨 返老还童 永保青春 金丹派南 北二宗都主张姓命双修 但方法步骤则有不同 以张伯端为首的南宗主张先命后姓 以王重阳为首的北宗 则主张先姓后命 悬门散识教义卷姓 命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义卷 成付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的成付之说 源自太平经 意思是说 前人有过失 由后人来承受其过责 前人有负于后人 后人是无辜受过 这叫成付 换句话说 即前人惹祸 后人遭殃 如果为善的话 则是前人重数 后人遮阴 另外 天地人三者共生 常养财物 欲多则生奸邪 以致不可负礼 直到财物穷尽 才知返回虚无之本源 天道的循环成付报应 是因人作恶和失欲造成的 并给后人和自然界 包括社会 带来极大危害 未免人们遭受危害和灾祸 人们应当学道 信道 修道 以解除成付之恶 信道修道 就是要求人们遵循道的行为准则 按道义来处事形式 积功累得 好善利人 后来 道教认为成付之说 是反乱天道之词 为天地所不喜悦 提出应以现世之善恶报应为教义 吉凶祸福 乃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 认为尚有日月照查 身体中有心神与天相接 有诸神书记人的善恶 道教之中有成付之说 作恶之人必遭报应 只有顺应天道 学道 信道 修道的人 方能与自然相容与和谐 无论大小 天皆之道 到了一定时候 天便聚其善恶 予以赏罚 对善者赐福 增寿 对恶者则降福 减寿 还要把他的鬼魂下入黄泉 打入地狱 悬门散识教义卷 成付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注作权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义 卷 六集 著作权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六集 又称六合 纸上 驾宇东 南 西 北四方 庄子应帝王中 有已出六集之外 而有无何有之乡 道教认为 六集各有一天帝统治 称为六天帝君 据上清领宝大法记述 六天帝君是 中宫子为北极大帝 太上吴天玉皇上帝 后土皇帝之 东极清华太乙旧苦天尊 南极长生大帝 和白玉归台九龄太真金母援君 悬门散识教义 卷 六集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权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茂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义卷 丹前 著作权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修道人讲究清心寡欲 求先问道 是道家修行者日常生活的主旋律 然而他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 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 一时住行自然都需要耗费一定的钱财 钱财从何处来呢 答案是靠担钱 担是就是指一担 相应的 担钱就是指添置一担用的钱 而发担钱 就是指道教丛林给丛林内的道众发钱 以供他们购置生活所需 说白了 发担钱就类似于发工资 担钱有两种 一种是定期由所在丛林发放的 另一种则是参加法会后才能领取的 就是会有全真道教出家人持银钱借 他们从不收受经营 这种恪守信仰的精神固然令人钦佩 但如果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 今天还死守这样的戒律 恐怕是行不通的 道教是世俗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宗教 也必然会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 而与时俱进不断演进 悬门散石教义卷 担钱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交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包于106-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录播导演 交云道人 悬门散石教义卷 师姐 著作全内容编撰 交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认为 道士在得道后 可遗弃肉体而先去 也可以不留遗体 只甲脱一物如依 让 见等一世而升天 这就是所谓的师姐 后汉书王和平传 李贤等著云 知姐者 岩将登仙 甲脱为师已解化也 据《无上密钥》卷八十七所载 师姐法有十种以上 比较著名的有 一 火解 《无上密钥》师姐品云 以要涂火炭 则他人见形而烧死 为之火解 二 水解 道记灵仙记说 断记正 迎徒也 晚从司马记主学道 渡秦川逆水而死 盖水解也 三 兵解 《无上密钥》卷八十七称 以一碗河水而引之 豹草一座木而卧 则他人见 已伤死于空室中 为之兵解 四 丈解 至书欲绝云 当取临山洋相之竹 若欲师姐 仗则带行 疏忽之间 已成真人 此即所谓师姐神仗法 五 见解 师姐次第世纪法度 讲修剑师姐之道 即 已去尘非经书剑左右面 故剑所抱剑 已变成我之死师在笔中也 另外还有太清师姐法 太一守师法 太极化盾法 包量师姐法 太阴炼刑 水火荡炼士行 阴阳六甲炼刑制法等 名目凡多 悬门散石教义卷 师姐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昆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石教义卷 道教地狱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逐渐相信 所有人的亡灵都可能永存 并开始想象 有一个地下世界 作为亡灵的去处 汉代人想象中的地下世界 基本上是以人世间为蓝本的 有户籍 有租税 并设想大地的主神后 监管这个地下世界 后来又产生了 犹太山神专主阴间的观念 魏晋时期 民间道派又提出了 罗锋山六天公治鬼的新观念 其实 道教地狱的各种说法 有相当的随意性 通常道教信徒 将封都和泰山看作是地狱的主要所在 传说泰山地狱有18层 归冬月大地管理 是收容普通鬼魂的普通地狱 主要体现地狱的罪行审查功能 晚期的道书 多说冬月大地所辖有36狱 但具体内容却没有记载 传说在遥远北方的罗锋山上 有六天官作为管理和考笑鬼魂的总部 泰山 和 海等处地狱 就是它的分布或派出机构 在其山上有24地狱 包括山上八地狱 即尖天狱 平天狱 虚无狱 自然狱 九平狱 清兆狱 天玄狱 袁正狱 中央八地狱 即玄沙北狱 黄天狱 禁阀狱 玄沙狱 行政狱 律令狱 九天狱 清陵狱 山下八地狱 即无量狱 太真狱 全都狱 四十九狱 天意北狱 何伯狱 类杰狱 女真狱 唐末十大名王信仰兴起后 封都地狱的六天宫 逐渐换成了十王殿 即秦广王的第一殿 楚江王的第二殿 宋帝王的第三殿 五官王的第四殿 阎罗王的第五殿 汴城王的第六殿 泰山王的第七殿 都市王的第八殿 平等王的第九殿 转轮王的第十殿 悬门散尸教义 卷 道教地狱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尸教义卷 我命在我不在天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的根本目的是得道成仙 长生不死 所以道教是一个看重生命的宗教 同时也就要重视养生 与那些把寿命长短 完全看作由上天决定的想法不同 道教相信人的生死命运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生命的主动权就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这就是我命在我不在天 它是道教对生命历程的认识和把握 为了使这个命题得以实现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类追求长寿的祈求 道教就必须倡导贵生 修生和养生 道教这种生命自主观念 之所以能够变成具体的养生实践活动 与生存环境的变化多样性是有关系的 由于生存的需要和探索好奇心的趋势 道门中人仰以观天象 浮以茶地里 发现某些生命的存在可以发生形态的转化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千变万化的 变化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现象 道教甚至认为这种变化可以越过种属类别 总之 道教通过对于生存环境的细致观察 感受到了变化的普遍性 从而与自身生命形态相类比 激发了变化自身生命形态的愿望和热情 坚定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精神 以激励自身的养生活动 学门散识教育卷 我命在我不在天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录播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育卷 承先得到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相信人通过修炼 物质生命可以得到延续 精神生命也可以得到升华 最终成先得到 为此 历代高真在先到信仰的追求中 积极探索生命修炼的途径 总结了丰富的修养学说和修炼方法 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精神为动力 立志要度己度人 反映了道教贵生乐生和胸怀世人的人生态度 修道以至长生成先 就是要求人们以积极和超脱的人生态度来生活 人之生命乃由道之天地的灵秀之气而化生 德之不义 应该格外珍惜 修道主要有心性品德的修养 和身形生命的修炼两个方面 心性品德的修养和提高 是修炼物质生命的基础 修养心性品德的标准 是学修道一样的德行 去除一切私心和事欲 淡薄名利 精神不要为外物所累 使生命得到保养 同时还要广行善举 利物寄人 积功累得 生命的修炼则是以品德修养为根基 通过服饰导饮 存享手衣 坐望胎息 精气化炼 进攻动攻等修炼方法 来促进生命的健康和长久 最终达到神行统一 而得到成先 学门散识教义 卷成先得到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识教义 卷 道法自然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老子首先提出自然的观念 来解释道和德 并以此作为人们的活动准则 老子中认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意为道生万物 以及天 地 人的活动过程 都是自然无为的 并非道之上 还有一自然实体的存在 庄子继承老子的天道自然思想 主张人生的目的 就是认其自然 道教吸收自然观念后 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 道之自然的法则 既是天所效法的 也是地所效法的 人生在天地间 其行为的最高法则 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 自然 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 它生化万物 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 自然生长 无欲无待 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 从而保证了自然界的和谐 而人修大道 就当效法道的自然本性 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 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 致力于维护自然界的和谐 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 不要强求 要顺应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 要知足 知止 知常 使心神平和 精神得到升华 悬门散识教义卷 道法 自然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继继继继继续